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幸在那里和广大的猎人们见面了 当然小女子是没有办法出席会场的 所以只能由教官大人和在网络上招募来的年轻猎人 他们组成临时的教导队 在现场辅佐全国各地的猎人 让大家一起深长地体验狩猎的乐趣 不过到底教官大人是用了什么可疑的方法 找来了那么多可靠的好人呢 总之下面先让我们跟随猫猫采访队的脚步 去展会现场 看一看吧 不知道开展当天出席的大家 有没有带好冷影 因为那天真的是非常热 而且比起天气更火爆的是猎人们的热情 每天早晨9点一开馆 怪物猎人Online的展台前 就挤满了等候的猎人 很快就排进了长队 在这样的酷热下 要坚持捕猫车 并且成功地完成套伐 真是非常的困难 啊对了 有一件事 教官大人还拜托小女子 向大家敬歉 由于现场的猎人实在太多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熟练 教导队和组委队协商 将体验时间连15分钟 调整到了10分钟 但是这样一来 不仅辛苦排队换来的体验时间 有所减少 在不久前的测试中 曾经有很多猎人猫车 隐分的自火龙眼 站着自己为15分钟 游戏时间而准备的血量 再一次残酷无情地将数不清的猎人们 送上了猎车 不过想于此我觉得 这也是教官大人为了维持现场秩序 让还太长的猎人队伍 而做出的无奈秩序 毕竟猎人们的热情 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特别是尽管时间很短 猎人们还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彼此从素不相识到一见如故 挥舞着陌生的武器 一起逃打群体猎人的怪物 有些猎人过去从来没有进行过狩猎 而这个时候 一直在现场待机的诸位教导队大人 就有了用武之地 尊唤武器 出发狩猎 基本的战斗操作 在这四天里 教导队的每位成员 都将猎人的基本手则 与技巧 重复了上前边 并且由于会场的音量缺乏控制 这些话语最后都是被吼出来的 而由此产生的后果 就是不论是回复药 还是念词安 或听嗓子等道具 都无法恢复 脚踝们暴飞的喉咙 但是这是因为这些背负手魂的战士们的付出 绝大多数猎人们才能在四天里得到顺畅的体验 在那短暂的十分钟里 如果大家能够得到快乐的回忆 那么他们的付出也是值得的吧 在7月26日的下午 腾讯游戏展示的大屏幕上 展示了一对精英猎人的单人与多人讨伐秀 这些猎人们将去为现场的玩家和路人们 演示了各个难度的怪物讨伐 其中更有极限难度磁火龙 大地女王的最速讨伐 以及单人骗手剑挑战磁火龙的演示 除了常规法外 多人拟靠高速手链 与骗手剑无伤的讨伐过程 也令人看服 在演示期间 现场的大屏幕吸引了无数玩家 追足观看 更有许多人拿出随身设备 将这些猎人们的泳资保存了下来 整个展会期间 教官大人以及教导队的助位 全程运转 而且他们并没有抢脚药之类的补品 完全是靠着血肉之躯 并对玩家们的热情 尽管非常疲惫 但是教导队和教官大人自身 也是猎人嘛 大家都明白 游戏展可以有美丽的收购 也可以有进歌任务 但是归根结底 对于真正的玩家来说 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展示游戏 体验游戏吗 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当然啦 如果现场不是那么酷热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准备更多的体验机 如果时间再长一些 不时 大家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舒适和享受了吧 大家这样的遗憾 我们和大家一起迎来了今年China Joy的晚生 然而对于怪物猎人online来说 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将会为诸位猎人呈现 崭新的首次世界与体验 更多更多的快乐与回忆 请相信我们 仅仅在等待一段时间 小女子在此谢过 诸位猎人的宽容与耐心了 在这期MHTV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再看看China Joy现场摄影师 带来的种种定格瞬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箇一端 inert之后